明年45年 前年初期開工 經過三年由九十六年長班公的中方公路 其實這位對於二條路 台地圖的提供應公的方式 所以也犧牲的兩百人改英明 這個中方公路已經變成法令的 台中創作對我聯絡討論 這參與港府的加開歷史 在當中台入國際國家共產地圖的戰術當中 這套莫亞奧特該實際的中民體用 自由個性 最叫中方快通 除了用爆破 老去破風的義害 左進隊 跳過英里面 日本兩團快通的口長 貼皮簡訊 建設開發過程會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或是有一些那個 很多我們不為人知的一面 走在這個路上還蠻感謝以前的人 從一位老竹人的口中 他說到說開這條公路 其實是比打仗還危險的 石頭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普通的民眾都在中方公路的法連 都中會對外透露 不過今天快通的時間 除了安靜中民 其實也就是貴方的公園 主要一條公路就是蘇華公路 那當時希望能夠增加一條公路 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有一些發揮它的替代性 可以把這個部隊軍隊把它調用到東部來 因為中方公路的課程 在規格共產生立之後 日本中方對某共產民營隊 除了貴方政府 也會減股的保護 和觀光的創造功能 阿正正回憲法令報徒